三十,有同修说,妈妈信佛几年了,被传销组织洗脑了,要变卖家产去投资,恳请老师帮忙劝劝他吧。 我告诉你,我劝不了,我俩道不同,你妈妈要发财,我要修道,我说的话她不信,疯马牛不相及,你说你妈妈信佛几年了,我说她根本没信佛,真信佛的人怎么能被人家穿销组织就把脑洗了呢? 你妈妈认准了这个道,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劝说得了的,过去家里老人常说,说家里有个败家子儿,我说你家有个败家妈,等她把家败光了,她就消停了,你把我这个回答念给她听, 听明白了,不再干败家的事儿了,我这就是在帮她。